要想红石玩的好就得学习最新的技巧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乔哥 那么这里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 在我面前的这个术式的刷石机 那么看到这个刷石机 大家肯定会想到是大叔也做过这一种 对不对 他昨天我看他昨天发了一个视频 关于最新的一个改良的版本 我后来昨天晚上又自己去摸了一下 然后晚上摸到两点多 把这个电路把它给简化了一下 可以看到这上面已经是很小很小了 已经比较小了 上面是一个这里是复制TNT的 然后后面有一个循环电路 这里是一个循环的时钟 在复制TNT的同时 这里还有一条电路一直连到下面来 大家知道 应该都知道在这个TNT爆炸 爆炸的瞬间 然后这些方块同时也被推动的时候 在同时推动同时爆炸的时候 就可以炸掉更多的方块 如果我们直接在中间放一个TNT 我们直接在中间炸 这样的话它的效率是很低的 直接用TNT这样炸 只能炸这么一丁点 但是我们只要这边开机 开机了之后 TNT会从上面掉下来爆炸 爆炸的同时 那么这些活塞也我想想推 将这些方块推动的时候 这些方块就全都变成了36号方块 36号方块它的抗爆性很差 而且被TNT炸是百分之百掉落 我们来看一下机器怎么运行 开关在这里 我为什么把它弄成一个压力板 我就是怕我们把机器开了 然后我们不继续把它关闭 结果人走了 这里的区块卸载了 卸载之后 我们再回来就会发现这里的TNT复制单元就坏了 就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人要踩在上面 踩在上面挂机 人不能走 好 我们开机的话 我们掉一个物品也可以的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的 跟大叔做的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里有一个核 不对 这个栅栏门 这里控制TNT下降的 控制TNT掉落的开关是栅栏门 那么这个栅栏门还是挺方便的 可以直接在这个下方 进行一个开核壁的一个动作 好 我们把它关掉 至于这个效率 其实跟大叔的比的话 可能稍微低那么一点点 因为我这边的循环电路 这个脉冲 它是六个满档 我看了大叔的它是四个满档 然后三个三个一档 还有一个红石火把 也就相当于五个满档 我这里是六个满档 其实我这里还测试了一下 调一个三档也可以的 这调一个三档 它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只不过就是看着有点危险而已 看这个TNT 好像是掉下去了 但是又被卡起来了 看着有点危险 其实还是一切正常 一切都是正常的 如果你再把它调的低一点的话 把这个频率再调高一点 那就不行了 再调高一点 这个火把门它就关不住了 直接让这个TNT就掉下去了 第二个掉下去的TNT 它肯定就直接掉到这下面爆炸了 这上面放一个 这个栅栏门的原因 就是要精准的控制 这个TNT爆破的时间 你如果让它直接掉下去 它肯定就直接掉到最下面去了 就什么东西都炸不到 所以这上面要卡一下 这个TNT爆炸的时间 然后掉到这个中间来爆炸 所以这个时间一定要卡得很准 那么这里的延迟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延迟了多少个中机器 这里一个满档 两个满档 三个满档 四个满档 五个满档 六个满档 七个满档 八个满档 九个满档 然后还有一个二档的 还有个二档 那么TNT爆炸是十个 好像是十个满档的中机器 这里打了九个满档 一个两档 基本就是它爆炸的时间 由于这里活塞 这里都有一些活塞 对不对 下面有一个活塞 然后这里侦测器 它也有一tick的延迟 活塞也是一tick的延迟 所以就基本上就是 TNT爆炸的时间 就刚好是TNT爆炸时间 所以下面推动和上面的TNT爆炸 所以就是一个同步的 然后这下面 我把门这里我打了多少的延迟 从这里 有一个中机器 在这下面 下面有一条电路 一个满档 然后打一个 这边有一个三档 然后控制这里的栅栏门 那么这下面的设计 就是跟大叔的一模一样 我也就不多讲了 那么最后的收集怎么收集呢 收集可以弄一排漏斗框车 像这样 横着两边跑 横着两边跑 两边都要放漏斗来收集 如果只有一边收集的话 那绝对收不完 绝对收不完 这个石头太多了 能够炸出来石头相当相当的多 很容易就卡住 所以两边一定要在两边都放收集了 最好漏斗框车两边跑就可以了 至于里面的一些细节的部分 我也就没有详细的去赘述了 如果大家想要存档的话 我会放在视频简介里面 大家可以去下载 当然下载的存档 肯定不是我的存档 我存档很杂很乱 里面什么都有 我会单独再做一个存档 然后再放在里面 那么本期节目也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